这是最新现场 行政院长刘兆玄 今天走访澎湖县政府 视察通过离岛博弈条款之后 澎湖县的基础建设还有观光设施 但是现场出现了大批 防堵联盟民众向刘奎呛声 逼得他临时还更改了吃饭的场地 到底目前在澎湖的状况如何 要连线记者陆一真 好的主播为观众 行政院通过博 把澎湖博弈建设公投之后 在今天早上 行政院长刘兆玄 他亲自到了澎湖县市查基础设施 聆听简报和观察交通设备等等 但伪随在刘奎身边的呢 出现了一群防堵联盟抗议民众 他们的诉求是不希望政府带头 在离岛发展博弈观光事业 抗议人士让刘奎一度必须更换五宴地点 结果呢刘奎没有办法出来聆听陈情 让防堵联盟一看到 立刻称刘奎是缩头乌龟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一段画面 刘队赌场 刘院长刷头乌龟 刘院长刷头乌龟 刘院长不敢进我们的声音对不对 对 南澎湖是不是天堂 是 周热正夯哦 全球两大赌场集团 米高梅幻象和哈利市集团 孙双双前往澎湖探路寻求商机 那早上呢 澎湖县政府是表示 选商和招商的机制都将按照中央的规定办理 对此刘兆玄他也持正面态度肯定 预计刘奎下午还会继续视察的行程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连线报道 先把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好 这是记者路易珍来自澎湖的最新连线 对此刘兆玄奖